下面一个问题 特末法斯每次的专长报告都在欢迎大众捐助 名义是花钱做功德免去家庭的灾难 没有定位大家交的数目 理由是不知道大家欠的债 由个人的福报来定价 而且汇款是个人账户 这样是否为个人拘恋钱财 这个事情我想也不被我回答了 学佛学了几年之后 对这个事情自然就明白了 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出的示范 叶森没有花贵 没有木贵 没有见过道场 我们在现前这个时代 我们想到世尊当年在世的行义 才真正体会到他这么做法的用意 避免避免我们堕落 贪嗔臣吃慢的烦恼 六道众生 各个都有啊 决定不能呢 去增长他的贪嗔 什么 如果这么做法 佛菩萨就对不起众生了 所以佛菩萨给我们做实现 都是苦行僧 就出家了 再家也不例外 没有不是修苦行 我的老师黎炳南居四是在家人 过失十几年了 台中给他保存一个纪念馆 诸位有机会到那里看看 你就知道了 他跟苦行僧没有两样 衣服 内衣 袜子 都说补了再补 他自己补的 当时我们在一起不知道 他穿在里面呢 外面看不到啊 不晓得 走了之后 看他的衣服才发现 而外面这一套中山装 他穿了三四十年 出门做客 就是这一套衣服 没有第二套 供养很多啊 这个同学里头有不少是富贵人家 对老师很多供养 但是老师收了 转手就送给别人了 我那个时候跟他学习的时候 没出家 生活非常辛苦 他还送了我几件衣服 都很不错 很好的料子 我不知道他是那么样的阶级 所以看了之后令人感动 所以佛教我们随缘不叛养 随缘要防止 阵长贪嗔痴慢 这个非常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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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